每天都会有大量车辆和旅客 从这里通关进入中国内地 这里就是深港交界线 跨过这条黄色的线 旅客就进入了中国内地 进入中国内地之后 遇到的第一道关 就是中国检验检疫 构筑的国门安全防线 许多入关旅客并不知道 就在他们进入口岸的那一刻起 一套特殊的检测系统 正在扫描每一位旅客 监测每时每刻都在进行 每次报警都意味着危险 可能突然出现 此时检疫人员的工作 与其说是在排场 在巴西有没有被蚊子有 但电影蚊子还挺多的 不如说更像在战斗 他们面对的是 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敌人 2009年6月11日 世界卫生组织将甲型H1N1流感警戒级别升至6级 法国 英国 意大利 墨西哥等国先后爆发流感疫情 世界各国顿时紧张起来 首先感觉到压力的是各国的口岸检疫人员 深圳有13个国家一类口岸 海 陆 空 铁 油 口岸类型非常齐全 那么全球的传染病疫情风险可以通过海陆空各种渠道 直接快速地传导着口岸对国内防控造成压力 面对即将到来的疫情 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紧急防控 深圳有全球最大的集装箱单港 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和中国最大的驴检口岸 每年从这里出入境的旅客达2.3亿人次 入境旅客量占全国的46% 交通工具检疫量占全国的70% 高密度的人流物流给口岸检验检疫带来巨大的压力 面对每天高密度的入境流量 深圳口岸的检验检疫是如何应对的呢 这里是入境旅客过检的第一道光口 检验检疫人员密切观察着入境旅客的健康状态 第四代可视化红外智能测温系统 时刻监测着每一位入境旅客 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可以看到 系统正在对旅客进行一个全自动无干扰的测温 而且锁定在旅客的面部实现一个精准测温的功能 你看这36.4 36.5 那么队友体温升高的旅客 系统会以红外截图的方式 以声音报警的方式 以光闪的方式提行检疫检疫人员 把这名旅客从里面筛查出来 那么这是我们几个历史的图片 就是刚刚体温正常的人是绿色的 然后这种是红色的 对 体温升高的旅客是红色的 我们根据疫情不同的情况可以调节报警温度 通常被传染病感染发病的病人 首先表现为体温升高 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发烧 这个时候会处于传染病的传染期 体温升高是口岸检验检疫筛查 传染病疑似病例的一个重要依据 在使用这套智能测温系统之前 旅客需要停留三秒钟 站在那里接受体温检测 在深圳口岸每天超过60万出入境旅客的情况下 对通关造成的压力可想而知 现在第四代智能测温系统投入使用后 旅客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体温监测 极大的提升了通关效率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 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速 境外输入性传染病的风险持续增加 当今全球几乎每年都爆发一种以上 新发再发传染病疫情 面对这种形式 这套智能测温系统能够经得住考验吗 为了让观众了解检验检疫 是如何拦截输入性传染病病例的 我们用镜头再现了拦截债卡病例的情景 2016年2月14日下午 深圳黄岗口岸检验检疫局的西汉通 像往常一样全神贯注地盯着监视频 温度显示数字在不停地跳跃着 突然一个红色标记闪现出来 我当时发现那名旅客体温异常报警了 我就把他拦截下来 先生 先生 穿外套的先生 帮他给我过来一下 你需要连线你都差 先生 你请坐 这位先生是体温异常报警的 先生 请坐 我们要给你出一个红围 把这个温度计挂到列下 当时这个旅客进来的时候 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医学检查 发现他的体温是比较高的 而且有烟红这样的症状 观察到旅客不同寻常的体征 叶杏林不由得紧张起来 结合旅客腋下体温38.5摄氏度 并伴有头痛烟红症状 叶杏林判断 应该立即进行进一步的流行病学调查 和医生检查 判明他是否有感染传染病的风险 我们在口外的现场 经常也会遇到这样的旅客 他们来自传染病疫区 同时他们也有一些传染病的症状 这种旅客 他们是有感染传染病的风险的 这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对象 我们会对他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还有医学排查 采集一些样本送到我们的实验室去检测 很快 这名旅客的血样被送到 深圳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实验室检测 检测结果呈债卡病毒阳性 这一结果引起了中国国家防疫部门的高度警觉 近期流行于国外的债卡疫情 再次逼近中国 债卡病毒最初发现于非洲的灵长类动物身上 通过医文传播给人类 2015年南美洲的巴西爆发债卡病毒疫情 很多新生儿出现小头症畸形 专家判断这种症状 与债卡病毒有关 2015年 世纪组织推布 债卡病毒引起的小头症 变成了全球公共卫生事件 这就是全球 全世界人民都担心了 那对我们国家 我们没有 那会不会从传过来呢 话音未落 大家知道 春节一过 中国的第一病例 江西的就来了 然后就深重一些病例 都来了 那么大家主要担心是什么 就是这个病毒开始 跟过去 刚发现它不一样 它变了 变得能够引起小头症 最后发现不过二小头症 它还引起男人的搞完颜 一系列过去没想到的病 现在都出现了 债卡病毒隐匿性很强 它可以存活在成年男性的精子中 感染债卡病毒不仅会造成男性生殖器官萎缩 而且还会造成胎儿大脑发育不全 截至到2016年1月 全世界有24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债卡疫情 债卡病毒大有全球蔓延的趋势 面对债卡疫情 中国该如何应对呢 一个由高福院士带领的科研团队加入到债卡病毒的研究之中 在取得感染债卡病毒的病人样本后 他们的第一目标就是提取出债卡病毒的毒株 我们从相应的这个样本当中呢 检测到了这个债卡病毒的复制 那么进一步呢 我们也对债卡病毒的这个形态 以及生物学特性进行了鉴定 确认了我们确实已经分离到了这个债卡病毒 分离出债卡病毒毒株后 科研人员可以进一步分析它的核酸结构 为防治疫情制作疫苗打下基础 这是债卡病毒和抗体的雕塑 它形象地为人们展现了微观世界里的病毒和抗体结构 上面是债卡病毒放大三千万倍的样子 下面竖着的是抗体放大一亿倍的样子 将债卡病毒的雕塑放置在深圳市第三医院 有着特殊的意义 随着深圳市城市的国际化水平越来越高 我们医院防治传染病的这个服务范围 面临了更大的挑战 过去是服务深圳市和周边地区 现在我们成为了全球和国内的传染病疫情的 防治当中重要的一环 深圳市第三医院在传染病防治方面 落户这里 这就如同为深圳市第三医院安装了一台强大的科研引擎 快速提升了医院应对全球疫情的能力 这种能力的提升受益最大的 是深圳市的一个特殊的群体 这里是深圳中兴网信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大楼 中兴网信布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亚洲欧洲非洲拉美以及独联体设立了五大营销管理中心 每个中心都有员工常年在那里帮忙 即使是疫区也不例外 我们每年都有上万人次的员工到海外出差 接触各种各样的环境的这个几率就更大 举例而言 在这个中西非地区当地的蚊子挺凶的 还有更凶的一些地方我也经历过 像坦桑尼亚 像刚果 有时候就在睡觉的时候会发现蚊帚里面有十几二十只蚊子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经常会被蚊虫叮咬 这样再会被蚊虫 因为蚊虫叮咬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劣迹的传播 所以很多时候会发生劣迹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吴汉军中兴网信国际市场部员工 2013年底他前往非洲的刚果 推广公司的教育和医疗智能系统 在当地工作期间 他的身体并未出现异常 但是回国后的当天晚上 他就感觉到情况不妙 当时是回国的时候身体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因为是长途飞行 所以身体比较匮乏 那么回来的时候 当天晚上就出现了这种劣迹的症状 比如发热 怕冷 然后身体疼痛 吴汉军一到我们病房 他就是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发热 胃寒 非常的怕冷 冷到在那里打抖 当时是一月份的天气 甚至不是非常冷 我们都是穿两件衣服 但是他穿的棉衣还在打抖 他检查的过程中出现了这个 有40多多的高热 然后在这个加热的过程中 有出现这种类似于昏迷的这种感觉 就失去知觉的这种情况 从出现发热症状到入院治疗 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 吴汉军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甚至出现了昏迷的情况 我们迅速的采取了血样送到检验科 进行了相关的检查 很快检验科就进行了一个电话报告 是发现了虐原虫 也是把我们明确了它的诊断 就是个虐疾 虐疾是一种急性传染病 它通过蚊虫叮咬传播 2016年全球有91个国家 发生2.16亿虐疾病例 死亡总数高达44.5万人 非洲区域约占全世界虐疾病例 和死亡总数的90% 目前中国只有极少数地区 还有个别感染病例 但随着与非洲各国交往的日益频繁 输入性疟疾的发病病例呈上升趋势 并且其他输入性传染病的风险 也日益增加 事实上这种风险不止出现在中国 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在美国过去没有埃及疑文 埃及疑文和白文疑文在美洲是没有的 但是就在日本 这已经有证据表明了 在日本旧轮胎 日本的旧轮胎 透过物流把它又到美国去了 把蚊子的卵带过去了 你想它不是一个吗 带了好多蚊 结果把这类蚊子带到美国去了 而反过来蚊子又传播了好多病毒 典型的就是现在的摘卡病毒 过去再来的蚊子传摘卡病毒 可能在美国没有 现在突然去了 蚊子有了 那病毒不也就能够通过蚊子来传播 有些病毒是通过蚊子传播的 所以能举出好多好多这样的 这是物流 人流不用说了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全球化 互相依赖的这么个社会 咱们互相 各国家谁也离不开谁 你说你飞的时候 我现在还挺好 结果一不小心出门 其实我带着病毒了 我有流感病毒了 我感冒了 但症状没出现 处于潜伏期 我潜伏着呢 到那以后 两天以后不就感冒 病毒就带走了吗 他说我带给他 他带给你是一样的道理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外来病对我们来讲 就是我们自己的病 现在在深圳市第三医院的 这间医生办公室 正在举行着一场远程会诊 连接到远方的埃塞俄比亚 我们可以从旁边的电视屏幕上 看到在埃塞俄比亚出差的 中心网信的工作人员的影像 那么现在呢 医院的医生 还有院士工作站的科研人员 已经做好准备 正在对远方的病人 进行会诊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病人远在埃塞俄比亚 然而我们的医生却在深圳 这场会诊怎么进行呢 参与会诊的医疗小组 由中心网信的技术人员 临床医生和院士工作站的科研人员组成 最近中心网信在埃塞俄比亚聘用的工作人员 身体有些不适 医疗小组通过远程智能检测终端 和辅助诊疗系统 给远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籍员工看病 两天发烧对不对 两天的发烧 然后它同时有没有头痛和咽痛 喉咙痛 对 对 有没有腹腺 没有腹腺 流鼻水 从坐诊国内被动防御 到延伸触角服务海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 主动走出国门 参与全球防疫的战场 2014年 中国政府做出重要决定 派出中国医疗队前往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 这是一次将战线推进到非洲的防疫弓箭战 一带一路 攻卫先行 非洲战略防病在先 你必须到那儿发病 这是一个方面 反过另一个方面 我们要关口前移 把这个病毒防控工作做到发源地 包括2014年 西总书记打中原一做决定 我们就去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 2013年底 埃博拉病毒席卷几内亚 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西非三国 病毒蔓延速度惊人 世界卫生组织于2014年8月8日正式宣布 此次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国政府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向西非三国派出医疗队和青年检测队 并提供总价值三千万元人民币的防疫物资 特别是中国在塞拉利昂原件的固定P3实验室 成为西非研究病毒等级最高的实验室 被塞拉利昂国家卫生部 授予病毒性出血热国家参比实验室 和病毒检测与生物安全国家培训中心的排便 为了让我们了解中国原非青年检测队的工作环境 病毒病所特意搭建了一个移动实验室 它这个是塑料的是吗 对 有点像 看似像塑料 对 但是它 其实它不是塑料吗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一个非常特质的一个材质 非常特殊的一个材质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材质呢 可以保证空气可以滤进来 但是卫生物出不去 您是说这个东西 对 它是透气的 对对对 它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可以透气的 否则我们吸进来这个排水的空气 在吸进来的这个过程 是通过这个小的孔隙来吸进来的 哦 所以说它是 这是一张会吸气的 特殊的 相当于我们 对相当于我们冲锋衣的这种原理 另外也可以看到 那为什么是塑料的呢 就是因为它便于携带 因为我们是一个快速机动反应部队 一定在疫情突发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时间赶过去 所以说我们这些设备也好 还有我们的这个核心单元也好 包括实验室也好 必须的便于携带 所以这种材质的是最好可以 对 中国原非青年检测队刚到非洲时 就是在类似这样的工作环境中 进行科学研究的 他们在远离故土 身处疫区的情况下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赢得了当地政府和其他国家 原非人员的称赞 在原非的过程中 中国青年检测队做到了零感染 在埃博拉病毒肆虐的疫区 这样的成绩备受瞩目 中国没有一例实验室感染的 也没有通过流氓病学或者调查 感染埃博拉病例 因为我们有充分的准备 一是我们中国自从2003年SARS之后 大力加强的公共卫生建设 对生物安全特别重视 所以去非洲之前 都进行了系统的培训 对生物安全我们是保证 绝对的第一安全 就先要保护好自己 你才能去帮助别人 防治传染病的过程 如同一场战争 每个环节都要做到万无一失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 要求每位原非队员在出发前 必须接受严格的培训 即使是穿脱实验服 也务必精确到每一个动作 这样子吗 在每次去执行国际救援任务之前 都要在我们这进行 个人防护中的一种检测 然后是也会通过荧光粉检测 咱们今天就来试一下 您刚刚说什么 荧光粉 荧光粉检测 这是什么检测 是荧光粉检测 待会儿咱们进去以后 就会知道了 好 咱们可以试一下 您还跟我妈有关子 对啊 病原体按危险程度分为四类 埃博拉病毒是等级最高的 世界卫生组织描述此次埃博拉 疫情为一种生物安全等级最高的 病原体如此迅速广泛的感染这么多人 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 中国青年检测队在西非面对的就是如此可怕的敌人 但是从2014年至今 他们创造了零感染的奇迹 这个奇迹的背后是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的严格要求 也就是说在出国之前 我们这种衣服穿的过程要一遍一遍地穿 对 大家要穿多少遍你有这个概念了 我们在个人方向中 他们在一遍一圈 一直要持续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他们要自己又不停不停地练 每天一天就在这个里面不久地穿 对 一直到完全自己熟悉了这个整个顺序为止 那怎么看最后这个人他穿衣服上面 达不达标过不过关呢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荧光粉的一个检测 我们就要把荧光粉会抹在身上 然后再用按正确的方式来脱去防护服之后 然后再检测内层的衣服以及手套 有没有被荧光粉所污染到 这个荧光粉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污染物 也就是说不仅要学会穿还要学会怎么脱 对因为是脱要比穿要更难 我们一会就要马上检测我身上 到底有没有荧光粉了 其实我现在的心态还是很放松的 因为这只是我的一次体验 但是我能感受到刚刚我旁边的这个 我的老师在脱衣服的时候每一次他都特别的小心 特别的谨慎 因为对于他来说这不是一次体验 如果真的上前线的话 他必须要小心翼翼的脱去每一层衣服 防止病毒留在身上 因为他是关乎生命的 对 好 没有 这里 这里有一点 麻烦关个灯我们看一下 来这里有一点 相当于是你在脱的时候 可能是有一些稍微蹭上的 咱们现在把灯开开吧 好 谢谢 您说如果说在前线我带出来的这点东西 它会危及到我的生命吗 这个病毒还有好多细菌都是很烈性的 因为只有足以一点点就可以给人造成伤害 今天艰苦细致的准备是为了迎接明天的挑战 中国疾病预防部门 口岸检验检疫部门 以及各地的传染病医院三位一体 联防联控 不仅将境外输入性传染病阻挡在国门之外 而且主动出击 参与到全球防疫的战场上 成为人类防治传染病的主力菌